一千二百多年前 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 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 相遇在齐鲁大地 二人携手同行 纵久放歌 游历名山大川 留下千古绝唱 带奏夫如何 齐鲁清未凉 造化终神秀 阴阳歌昏小 当雄生成云 绝字入归鸟 会当灵绝顶 一览中山小 登泰山而小天下 表达了诗人 浊然独立 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 登上五月独尊的泰山 遥望九区奔涌的黄河 豪迈的诗情蓬勃而发 君不见 黄河之水 天上来 奔流道海 不复回 君不见 高堂明镜 悲白发 昭如青丝 莫成虚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时金尊 公对月 天生我才 必有用 千金散尽 还复来 李渡文章在 光艳万丈长 这是一场试诗般的会面 这是中国诗歌的最顶峰 让我们跟随着李白和杜甫 走进诗词的神圣殿堂 登上泰山之巅 迎接2023年的 第一轮日出